师父 喜欢上一个不可能的人 是什么感觉啊 大概就像在沙漠里 等一艘船吧 那还等得来吗 喜欢这件事 讲的就是个落子无悔 即使知道 他连一步都不会向你走来 自己还是走了99步 这是一种放肆 而没迈出的那一步 就是最浪漫的克制